第一集 出了禁铁布施站之后 沿着铁路往西走 已经十月了 天气仍然闷热难当 地面却是干的 每当卡车及时而过 扬起的尘土极可能会飞进眼睛 让人又皱眉又揉眼睛 替圆润三的脚步说不上轻快 他今天本不必出勤 很久没有休假了 还以为今天可以悠游地看点书 为了今天 他特地留着松本清章的新书没看 公园出现在了右边 大小足以容纳两场三垒棒球开打 丛林越野游戏 秋千滑梯等公园常见的游乐设施 一应俱全 这座公园是附近最大的一座 正式名称叫真城公园 公园的后面 有一栋兴建中的七层建筑 乍看之下平淡无奇 但替圆知道 里边几乎空无一物 在调到大阪府警本部之前 他就待在管辖这一带的西部诗分局 看热闹的人动得很快 已经聚集在大楼前 停在那里的好几辆警车 几乎被看客团团围住 替圆没有直接走向大楼 而是在公园前右转 转角鼠来的第五家店 挂着烤乌贼饼的招牌 这是一家店面的宽度不到两米的小店 烤乌贼饼的台子面向马路 后面坐着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胖女人 正在看报 店内看来是卖零食的 但没见到小孩子的身影 老板娘 给我烤一片 好 来了来了 中年妇人急忙合起报纸 站起身 把报纸放在椅子上 替圆咸了一根和平盘香烟 擦火柴点着 描了一下那份报纸 后生省公布市场海鲜拱含量检查结果 大量食用鱼类 亦不致达到该含量 三月时 法院对熊本水与病作出判决 与新系水与病 四日是哮喘病痛痛病 合成四大公害的诉讼 就此全部结案 结果每一桩诉讼都是原告胜诉 但是民众对这些公害依然心存恐惧 尤其是日常食用的鱼类 糟拱或者是多绿莲本的污染 一律未消 使得大众人心惶惶 剃员看着报纸想到 乌贼不会有问题吧 烤乌贼饼的两片铁板 有铰链连在一起 加住裹了面粉和淡汁的乌贼 再利用铁板加热 烧烤乌贼的味道 激起了食欲 充分加热之后 老板娘打开铁板 又圆又扁的脆饼 粘在其中一片铁板上 老板娘涂上薄薄的酱汁 对折 再以咖啡色纸包起来 说了声好了 把饼递给了剃员 剃员看了看写着 烤乌贼饼四十元的牌子 付了钱 多谢 老板娘致谢之后 拿起报纸 坐回了椅子 剃员正要离开 一个中年女子 在店门口停下脚步 向老板娘打招呼 她手上提着购物篮 看样子是 附近的家庭主妇 中年女子指着大楼问道 大楼那边好像很热闹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 好像是 刚才来了好多警车 不知是不是小孩受伤了 剃员回头问道 小孩 大楼里怎么会有小孩啊 那栋大楼已经成了 小孩的游乐场 我早就担心 迟早会有人玩到受伤 结果真的出事了 不是吗 哦 在那样的大楼里 能玩些什么呢 哎 谁知道他们的把戏 反正 我早就觉得 该把那里整顿一下 太危险了 剃员吃完 烤无贼饼 走向大楼 在他身后的老板娘眼里 想必会认为 他是一个游手好闲 爱看热闹的中年人 穿着制服的警察 在大楼前拉起警戒线 阻挡着看热闹的人 剃员钻过警戒线 一个警察用威吓的眼神 看他 剃员指着指胸口 表明警察手册在这里 这个警察明白了他的手势 向他行注目了 大楼有一个类似玄关的地方 原本的设计 也许是装设玻璃大门 但是目前 只用美奈板和脚材挡住 美奈板有一部分被掀开了 以便进入 向看守的警察 打过招呼之后 剃员走进大楼 不出所料 里边十分幽暗 空气里飘荡着霉味 与灰尘混杂的气味 他站住不动 直到眼睛适应了黑暗 不知从何处传来了谈话声 过了一会儿 逐渐可以辨识四周景象 剃员这才明白 自己站在原本应该是等候电梯的穿堂 因为右边有两道并排的电梯门 门前堆着建材和电机零件 正面是墙 不过开了一个四方形洞口出入 洞的另一边暗不见物 也许是原本建筑规划中的停车场 左边有个房间 安装了粗糙的胶盒板门 感觉像是临时充树的 上面用粉笔潦草的写着禁止进入 大概是建筑工人所为 门开了 走出两个男人 是同组的刑警 他们看到剃员便停下脚步 啊 辛苦了啊 难得的休假 你可真倒霉啊 其中一个对剃员说 他比剃员大两岁 另一个年轻刑警调到搜查一科 还不到一年 我一大早就有预感 感觉不太妙 这种第六感何必这么准呢 说完 剃员又压低声音说道 老大心情怎么样 对方皱起眉头 摇摇手 年轻的刑警在一旁苦笑 啊 这样啊 哼 也难怪 他才说想轻松一下就出了这种事 现在里面在做什么 啊 宋野教授刚到 哦 那我们去外头转转 好 辛苦了 看来他们是奉命出去问话的 替员目送他们离开 然后戴上手套 缓缓打开门 房间约有十五叠 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来 室内不像穿堂那么暗 调查人员聚在窗户对面的墙边 有几张陌生的面孔 多半是管区西部师分局的人 其他都是看腻了的老乡室 其中与替员交情最深的那个 率先看向这边 他是组长中种 头发剔成五分平头 戴着金边眼镜 镜片上半部成淡紫色 没心那道皱纹就算笑的时候 也不会消失 中种没有说辛苦了 或怎么这么晚 只是微微动了动下巴 事宜提员过去 房间内没有像样的家具 靠墙摆着一把黑色人造格长椅 挤一挤大概可以坐三个人 尸体就躺在上面 是一名男子 晋基医科大学的松野秀晨教授 正在检视尸体 他担任大阪府法医 已经超过二十年了 剔圆伸长脖子 看了看尸体 死者年约四十五到五十出头 身高不到一百七十厘米 以身高而言体型烧胖 穿咖啡色上衣 没有系领带 衣物看起来均为高级活 胸口有直径十厘米大小的 深红色血迹 此外还有几处伤痕 但是没有严重的出血现象 就替原所见 并没有打斗的迹象 死者衣着整齐 没有分线 全部向后疏拢的头发 也几乎没有紊乱变形 个头矮小的松野教授 站起身来 面向调查人员 是他杀 错不了 有五处刺伤 胸部两处 肩部三处 致命伤 应该是左胸下方的刺伤 在胸骨往左几厘米的地方 胸气 应该是穿过肋骨的间隙 直打心脏 当场死亡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